第十五章 一到早晨,祭司长和长老文士全工会的人,大家商议,就把耶稣捆绑解去,交给比拉多。 比拉多问他说,你是犹太人的王吗? 耶稣回答说,你说的是。 祭司长告他许多的事,比拉多又问他说,你看,他们告你这么多的事,你什么都不回答吗? 耶稣仍不回答,以致比拉多觉得稀奇。 每逢这节起,巡抚照众人所求的,释放一个囚犯给他们。 有一个人名叫巴拉巴,和作乱的人一同捆绑,他们作乱的时候曾杀过人。 众人上去求寻服,照常例给他们办。 比拉多说,你们要我释放犹太人的王给你们吗? 他远晓得,祭司长是因为嫉妒才把耶稣解了来。 只是祭司长挑唆众人,宁可释放巴拉巴给他们。 比拉多又说,那么样你们所称为犹太人的王,我怎么办他呢? 他们又喊着说,把他钉十字架。 比拉多说,为什么呢? 他做了什么恶事呢? 他们便极力地喊着说,把他钉十字架。 比拉多要叫众人喜悦,就释放巴拉巴给他们,将耶稣鞭打了,交给人钉十字架。 兵钉把耶稣带进衙门院里,叫起了全银的兵。 他们给他穿上纸袍,又用荆棘编做冠冕给他戴上,就庆贺他说,恭喜犹太人的王啊。 又拿一根尾子,打他的头,吐吐沫在他脸上,屈膝拜他。 西龙完了,就给他脱了纸袍,仍穿上他自己的衣服,带他出去,要定时之架。 有一个古利奈人西门,就是亚历山大和鲁福的父亲,从乡下来经过那地方,他们就勉强他同去,好背着耶稣的十字架。 他们带耶稣到了哥哥他地方,哥哥他翻出来就是独楼地,拿墨药调和了酒给耶稣,他却不受。 于是将他钉在十字架上,粘揪分他的衣服,看是谁得什么。 钉他在十字架上,是四出的时候,在上面有他的罪账,写的是犹太人的网。 他们又把两个强盗和他同钉十字架,一个在右边,一个在左边。 从那里经过的人辱骂他,摇着头说,嗨,你这拆毁圣殿,三日又建造起来的,可以就自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。 祭司长和文士也是这样戏弄他,彼此说,他救了别人,不能救自己。 以色列的王基督,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,叫我们看见就信了。 那和他同钉的人也是计较他,从武正到深处,遍地都黑暗了。 深处的时候,耶稣大声喊着说,以罗伊,以罗伊,拉玛萨巴格达尼。 翻出来就是,我的神,我的神,为什么离弃我? 旁边站着的人,有的听见就说,看啊,他叫以利亚呢, 有一个人跑去,把海荣占满了醋,绑在围子上,送给他喝,说,且等着,看以利亚来不来把他取下。 耶稣大声喊叫,气就断了,殿里的帽子,从上到下列为两半。 对面站着的百夫长,看见耶稣这样喊叫断气,就说,这人真是神的儿子。 还有些妇人,远远地观看,内中有摩达拉的玛利亚,又有小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,并有撒罗米, 就是耶稣在加利利的时候跟随她,服侍她的那些人, 还有同耶稣上耶路撒冷的好些妇女在那里观看。 到了晚上,因为这是预备日,就是安息日的前一日, 有亚利马太的约瑟前来,他是尊贵的义士,也是等候神国的。 他放胆进去见比拉多,求耶稣的身体。 比拉多诧异耶稣已经死了,便叫百夫长来,问他耶稣死了久不久。 既从百夫长得知实情,就把耶稣的尸首赐给约瑟。 约瑟买了细麻布,把耶稣取下来,用细麻布裹好, 安放在磐石中找出来的坟墓里,又滚过一块石头来挡住木门。 摩达拉的玛利亚和约瑟的母亲玛利亚都看见安放她的地方。